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大家想聽疑問是嗎? 來啦!又來啦!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 想聽其他東西嗎? 有! 上次講過加拿大、英國、台灣 今次就講阿羅阿圖嗎? 阿羅阿圖 當然不是啦 新加坡 新加坡 有些人說香港的有錢人走到新加坡走資 新加坡有什麼好? 是不是有錢人天堂? 我們今天研究這件事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支持我們的Patreon 五元雞毛廣告 起歌日日和你聊片上去 很努力 是 回不了頭了 沒錯 不過這些有錢人才去Patreon 可能有錢人就來Patreon聽 萬一你那些有錢人移民過來Patreon 這樣搞法 新加坡有什麼好?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說 香港有錢人 就全部走資人 就走去新加坡 我們說這麼多移民話題 就很少講到新加坡 究竟怎樣去新加坡 要有什麼申請資格 還有裡面有什麼好處 還有像這個標題那樣說 超級富豪棄港頭星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們看看 是不是有錢人才去呢? 我對新加坡的認知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從小到大就聽 會打疼的 很久了 不可以吃香口膠的 這也是 香口膠不是小個字 不可以香口膠 是啊 究竟是怎樣 那我們慢慢看看吧 因為網上有很多不同的文章 有讚、有好、有壞 究竟是有什麼資格你過去 有什麼食物都說了 是啊 餵食 是不是星洲炒米 不是那些吧 好 先講了東方研究 究竟有什麼富豪 棄港頭星 會不會是關乎… 又是…其實… 騎乱乖乖乖乖乖乖乖的 你…我們這期呢 大家去看 雖然說的話就好像有些不同 什麼不同呀? 疫情呀 疑問呀 新特首呀 喂 但是你想想 這些這樣的 topic 這些的話題 是圍繞著 互相有關係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防疫政策 有鮮明、有方向 新的政府 他們的政策 有方向、有願景 人們會不會 移民投資離開香港呢 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一個 一環扣一環 但是說到連超國富豪都走 我們更加要看看 究竟是甚麼事 因為之前說到很多公司 已經轉移了 把香港的 亞洲基地 轉移到新加坡 報紙也這樣寫 作為財富管理中心的新加坡 有錢人越來越多 有房地產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 截至去年底 新加坡的身家 超過一百萬的富翁 已經有超過五十二萬人 佔多? 對,就是七百萬港幣 七百八十萬港幣的人 不是百萬港幣? 是七百萬港幣 有多少個?五十幾萬人? 五十幾萬人 那裏有多少人口? 一成人口 十分一 你想想也很誇張 對嗎? 二年增長了6.03% 但其實香港人更有錢 那些人是極有錢 你有沒有聽過 香港資產中位數 一千五百萬? 那裏 已經一條數了 中位數就是 但是呢 我們看看 新加坡超有錢的人 有多少人呢? 說到身家超過 三千萬美金的超級富豪 就是過億的 說到過億的 就是 超高正值人群 已經高到 四千二百零六人 即是有四千多人 新加坡人 是過億新加的 按年增長 就是過兩億 按年增長了 8.56% 這個機構更加預計 接下來 新加坡超級富豪 將會在2026年 標誌到六千零七人 比起十年前 大增2.68倍 這個增長速度 僅持於新世難 那究竟 為什麼他們突然富貴呢? 何謂突然富貴 就是無端端多了這麼多錢呢? 其實我們看看 香港那邊的身家 是不是真的 現在差了很多呢? 數據方面 去年 身家過一百萬美金的富豪數目 增長了8% 哇 這件事是多人的 75萬.7% 75萬7%的香港人 已經是超過七八萬的港幣的身價 而說到淨資產 至少達到三千萬美金的富豪 在香港 多了11%的水平 哇 說到多了六千多人 怎麼搞的?真是可憐 無論人數和增長方面 依然 跑贏了在新加坡的水平 和全球的水平 但是呢 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到 那些人 轉移回香港呢? 根據這個報告的公司 即是這間報告的公司 出來說到 他引述了 新加坡的交易所 高級副總裁 有人分析 他指出 新加坡公司治安良好 法律體系健全 信用評級助養三個A級別 他認為 人們 最資金放棄銀行的系統 感動安全 哦 即是他有一個優點 他們的優點 就是覺得 這件事將會 新加坡成為 亞洲第一財富管理中心 那這件事 會不會導致到 大家都很想過去呢? 我們值得去看看吧 因為始終呢 有說到 又好又不好 是吧? 有人覺得 新加坡 會不會好像你們剛才所說的 照了香口膠都不給呢? 說實話 香港好像 不多人照了香口膠 好像好像 現在戴口罩怎麼知道呢? 我們都不知道 兩年多了 是吧? 任何人吃香口膠都不知道了 但是 大家同樣探討一下 究竟 新加坡有什麼好事先? 有沒有什麼好事先? 有什麼好事先? 報紙呢 有些文章 就說到 原來新加坡呢 好處多 有多少好處 是不是值得你要去看看呢? 這六點 就不能看少的 其實呢 除了 我相信 香港之外 世界各地 不同的人 如果你想要移居亞洲 我相信 新加坡 都會是其中一個地方 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語言的問題 歐洲 如果說是歐洲 亞洲 可能是台灣 內地 甚至日本 韓國 這些 但是如果說 英文 利用英文的地方 新加坡 會不會是一個好選擇呢? 看看這六點 有什麼好事 就說 治安非常穩定 是不是真的呢? 文章裡面的作者就說 他說 我相信 沒有人願意 在一個政治環境 不穩定的國家 生活和工作 所以 他就說 移民的目的地 和政治 穩不穩定 都是個人考慮的重要因素 他說 新加坡 能夠體現到 社會穩定 有良好的法律和秩序 和諧的生活條件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中國也是 中國有些地方 很和諧 農村的生活 不是很好嗎? 這些都是不錯的 說到 有數據顯示 新加坡的犯罪率很低 甚至乎 被評為世界上 第一個安全的國家 嘩 由此可見 新加坡 社會穩定 是得到全世界的認可 就是 你抬著行李箱 在街上走 都不用怕 那些 這些都是 其實 人 移居 除非我經常說 你單胎移居 考慮的 沒那麼多 當你整個大小 搬去的時候 你想的東西就很多了 通常都是 醫食住行 教育 我們看看 新加坡的教育是怎樣的 這件事 大家都會考慮 對嗎? 以我們很表面的認知 新加坡理論上 應該的教育 不會很差 但是我沒有留意 他們有什麼 厲害的人 出來 李光耀 這些是他們的人 李光珠 李光珠 現在不是說笑 我自己 可能 你不同國家 這個地方很低調 印度 印度都出名是什麼 印度神童 除了印度神童之外 還有 數學 數學 數學嗎? 印度很厲害 不是強姦嗎? 那些是另外 那些 行河水也很出名 新加坡好像沒有什麼出名 那種感覺 平平穩穩 不是 很多那些 譬如 趙薇有過新加坡籍 張柏芝又說去過新加坡 他再喜歡去新加坡 這樣樣樣 但是在學術方面 我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突出 我認知很低的 當然 我對新加坡 我也認知低的 是啊 藝術方面 我又不懂 對 新加坡有沒有娛樂圈 不知道 一定有的 阿魯阿圖也有人 做個話劇 是不是 那也是 那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 這些事情不用那麼高調 正所謂 悶悶的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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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那邊的教育 原來 這篇文章 就說他們 都不錯 是不是 在新加坡 原來 教育非常之好 在新加坡 申請 能夠有一些 國際知名的大學 比較容易 可能他們的銜接 在國際上的認可 比較多 如果大家想著 移民去新加坡 你們有 小朋友 喂 將來讀書怎樣 不要緊 他們的銜接 做得好 你可以 在國際上 不同的大學上升學 我們講讀書 我今天看到一個留言 有人說 香港已經不是九年免費教育 十二年 叫我們更新 我說我們小時候 我說我小時候 你真是 沒錯 新加坡 我不知道 新加坡 沒有說幾多年的教育 但說到他們的銜接 是不錯的 因為 在國際上 都容易接到大學 那 不要緊 一百年免費教育 你們肯讀才行 我這些 不肯讀書 不肯的 不肯的 自由不懂得多 但是人家的生活環境好 讚得這麼好 先看看有多好 有人覺得 生活 在新加坡生活 非常穩定 很適合生活 剛剛立了眼 說新加坡美女顏直吐槽 那些女兒是說的 其實 是 有一點 因為她可能 有不同附近的人 馬拉 原來她不是盛產美女的地方 不重要的 不重要 加拿大的女兒很棒 那有些 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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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兒子 有些人 找兒子 找東西吃 找東西吃 吃雪 加拿大現在下大雪 對 也有美女的 你看這個多棒 有的 我知道有的 每個地區都有漂亮又不漂亮的一面 我也相信 但他們說到新加坡是一個國際花園城市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主要這個國家的植物 覆蓋率超過70% 基本上去哪裏都是植物 做綠化做得好 是 這樣就舒服 我聽說 都是聽在香港看的 其實人口密度差不多 不過別人的規劃做到 你不覺得它密集 嗯 沒去過不知道 是 別人說我們香港是東方之珠 又說什麼旅遊業區 我真的不覺得 沒有我們這些大鄉里 哪去過新加坡 港產啊 不是啦 最遠都是去到九龍而已 是啊 沒有啦 再遠一點就不能呼吸 那 這些好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教育制度好 生活環境好 嘩 全部都綠化 不用石屍森林 那大家會不會去呢 還有 地理位置卓瑜 有幾卓瑜 卓瑜得過香港 就說 新加坡是世界最繁忙港口之一 機場方面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香港一直都是這個 國際航空業的樓樓來的 但是 新加坡的機場呢 連續被二十年評為 世界最佳機場了 人家的環境好 機場好 是啊 香港的機場出了名 忘錄的 曾經 現在不會啦 出了名 就是 掉錄 現在是 水靜河飛 是呀 很可憐 這樣 這件事 會不會被人取代了呢 被新加坡取代了呢 都要一段時間才可以取代到的 所以香港 不要停在這裏那麼久 是時候急起直追 是啊 睡夠了 是啊 新加坡一早已經走共存了 他其實 是啊 他也有一點點反應 香港早前不是說 經常跟新加坡搞些什麼 啊 初初第一、二波完了的時候 又說什麼旅遊氣泡 是不是啊 然後兩下捕 一聲爆了 然後又第三波 那些 其實大家的方向都差不多 在經濟活動方面 是啊 還有 你看到很多生活的環境 有時候 當然不是說 人家是森林 我們是石屎森林 但是 在經濟方面 這個層面 都有一些很累 如果不是人家都不會轉移過去 說到營商環境 為什麼我們說 非常之 他們這樣說 他們覺得是好 他說 你在新加坡開公司 很簡單而已 幾天就搞定 是啊 因為政府會幫你手 所以說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容易開展 以及管理業務目的地之一 就是這種有利商業的環境 新加坡能夠吸引外資和企業家 participle 政府應該要想一下 說香港政府 你要想一下 怎樣去借別人的好東西 啊 人家可以吸引到?.. 你想想什麼可以吸引其他人 除了營商環境好 高品質的生活都是有利於大家移民過去 我覺得一招突然想到 你要吸引有錢來香港很簡單 教一夫多妻子 你猜合法化嗎 我猜香港人立刻想變成有錢人 你有錢人的定義是變 那你養得起嘛 多少百萬 你跟著有錢人說 這邊可以 先過來 你別說自己有錢不得了 那你戶口有才行 不行 這樣也不行 怎樣呢 你要放一個保證金到政府 那我就不行了 保證金啊 保證金啊 有什麼冬瓜豆腐你養不了 就在你的保證金求發 傻的 那不要搞那麼多無謂的事 那些有錢人說我為什麼要結婚 分身家 女人就不一定要有名分的嘛 那你 我狂想而已 突然看到一個新加坡美女 一夫多妻子 那一夫多妾又不一樣 不是的 你有一關就要分身家 那沒有關係 還是算吧 還是算吧 但我沒有說過 那也是 散又散玩 其實 不要緊的 但是說到在新加坡這種高質素的生活 就非常之重要的 每個人都是尋求一個非常之好的生活環境 因為有外國人說到會發現新加坡居民 為了提高質量的生活 提高好的質量生活 這個城市的國家 那個高校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 還有擁有先進的醫療體制 他說有這麼多這些良好的東西 就融合了 令到外國人都覺得 新加坡都非常之一個好的地方 你說加東方面 我覺得 我不能夠說新加坡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沒有去過 香港環顧亞洲 其實它也是算快 變成極度方便的城市 香港 你不算塞車 你不說塞車 即是有那些最新的科技買的東西 不是呀 交通 交通嗎 我仰什麼快 交通 你想想 因為你地勢嘛 你搭過地鐵 已經從這裡一個小時前 在廣東 一個小時內 你可能去了元朗 但是你在外國 正所謂李直入元朗的老爸碟羅漢 是呀 沒錯 所以 你想想 你在外國 你始終別人的地方 不要說 有時候可以說外國外國 走上去 一河之隔的深圳 乘過地鐵 兩個站三個站都可能長 即是你可能有些地區都遠一點 你知道吧 你深圳的地鐵線又多 香港三個顏色 藍色港島線 綠色觀塘線 紅色荃灣線 再加一條屯馬線 什麼線 池蘭線 那些 加上這些 混在一起 其實 你環繞整個香港 都不用浪費你很多時間 環繞香港 你試試環繞別人的新加坡 叫你走去深圳 深圳打個圈 你都一天 你都可以走光了 是吧 那你 這些都是看得到香港交通的方便程度 當然啦 人多車多是一個弊病來的 又記得啦 一天在加坡以外你上來 車塞都被派在那裡 這麼斯文 是呀 大家都撐不住 你家人經常聽你 不准你說髒話嗎 不是呀 我這些 就是這樣啦 不是 我家人 我長大的時候 反而沒有什麼 說髒話嗎 是啊 近幾年 我回去對著我爸爸 都是說髒話的 是嗎 大過兒子 大過兒子 但是 10年前 我都是對著家人 一隻髒話都不會說的 當然啦 對 始終人不同了 你現在做節目這麼多偶像包袱 我看你在那個口袋 他真的撲不出去 撲不出去嘛 但是有些人 究竟怎樣移民去新加坡呢 有些什麼 是不是只是扔錢過去呢 原來有復兵役的 復兵役 復兵役的 我們先看看 你 即是用復兵役來過新加坡嗎 原來你過到新加坡要復兵役 哦 看看有些什麼條件 儘管看看懶人包 這個懶人包 可能就適合利用了 三大步驟 你如果香港人想移民去新加坡 一 拿著長期居留簽證 包括 學生 學生簽證 工作簽證 由長期居留 轉為永久居留 又叫做這個新加坡陸卡 那你滿足了這些居留條件 入籍新加坡 成為新加坡公民 除了這些剛才說的話 你說你可以娶一個新加坡老婆 還可以香港人選擇 技術移民 留學移民 投資移民 和創業投資移民 四大途徑 我們說這個新加坡 其實之前我有研究過 你沒有那麼多錢 新加坡不是一個你理想的移民地方 很怪人 反而有人去 又是有錢人 因為他 你剛才說到這個銀行很穩陣 嗯 他把錢放在那裡安心 沒錯 但是窮人去到那個紫水是很高的 嗯 你入門的門檻也是高的 他有一個叫做優生學的政策 是 窮人啊 讀不到書那些 你生孩子要給重稅 嗯 他不是收垃圾的 他告訴你 他真的是這樣 我看到 他不鼓勵你生孩子 如果你沒有錢 新加坡是這樣的 有人說投資移民 就說要投資250萬波子 新加坡波子 哈哈 大概就1200萬人民幣左右 不是 你想想你 有1000多萬 1200多萬人民幣 1200萬人民幣 1400萬港幣 不是 對啊 你想想你台灣就150萬 去英國就怕那個屁股 嗯 1000多萬才過到新加坡 這麼近而已 是嗎 很近而已 差不多而已 是啊 所以 有些人就覺得 新加坡這個地方 是不是這麼容易過呢 其實 他那個 福利好不好 這些 有些 後話啦 因為 香港 打稅這麼便宜 一定是 跟別人比較 一定是差一點的 但是 有些人總會想試一下 就儘管試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方法 賣錢 技術移民 就可以透過這個技術移民 拿到工作簽證 跟著 進升為一個 申請永久居留 居留權 那當然 你有 這個工作簽證 原來他們有三大類的 就說有低技術 中技術 高技術 這樣說 那 低技術的 就是什麼呢 就好像說 入門工作簽證 但是 你最後也不可以申請 這個永久居留權 什麼工種 地盤 地盤也可以 是啊 地盤工人 這個就是最低的工作簽證 但是 但是你過到去 你說你不是讀大學 又說重稅 生孩子 你過到去又不是落地生根 而已 但是他這個 這個簽證 不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是 最低的那個不行 就說到說 你十八至五十歲 你就可以進去 你就可以 找僱主 即是 當地新加坡有公司 請你過去做事才行 這個是其一 第二 就是中技術的 就例如行政人員 就說到 月薪有要求 月薪有要求 別人請你多少錢 一萬三元港幣 一萬三元港幣 就說有學歷要求 大學、畢業和文憑 或者你收滿最少一年技術資質的營證 而 如果你申請家屬簽證 就要有三萬三以上的月薪 才可以拿過去 當然 你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最後 就說到最高技術的海外專才移民 很厲害 沒有年齡的限制 但是又要月薪的要求 就是 最低要求 二萬港幣 又要按支力上調 大學畢業是基本功的 對不對 你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第二個方法當然 就是學生簽證 第三個方法 投資移民 新加坡有一個全球商業投資者的計劃 吸引海外人士去投資 你可以取得長期的居留權 這就是說到一千三百六萬 剛才我們計算過 差不多一千四萬港幣 就扔下去 你想想 你拿著一千四萬 你會不會扔下去呢 其實真的 重要 你有申請人 最少有三年的創業經驗 你不要想著我拿著一千四萬港幣 就想過去做投資移民 是不是 別人不騷擾你 你都沒有做過生意 你到時候白虧的 最少還要投資五年 是不是 你不需要學歷 年齡 言語水平的要求 總之你有錢就可以了 不過 你有相關的條件 相關的銀子 另外 就是 創業移民 另外 你可以拿到一張 另一個叫創業入境准許證 那你就可以一年一年地簽 簽 簽一下 你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 但是 你又要在當地 註冊一間 新加坡註冊私人有限公司 最少 或者拿著三十個巴仙的股份 那這些 都是看 你有沒有錢 去做生意 有錢去做生意 基本上 我剛才說的 不同的地區 你都可以去的 是不是 歐洲 任何一個地方 歐洲還容易 你那個門檻 不用簽四萬 是吧 台灣 你剛才說的 很便宜 百五萬 內地 不用想 你拿一張回鄉證 可以用得 很多東西 真的這麼貴 所以 剛才你說的 別人的地方 有些人就說 你太容易 進去的地方 變成有個問題 太多古靈精怪人進去 沒錯 他這些 那條門檻 搖命這麼高 你不是千萬富翁 你不用指 新加坡 但是有些人就說 千萬富翁 我不用想你 就不要想 所以 別人國家有好處 他就很囂張 對 不會說 求你來 你來 我們國家投資 求你進來 不用求 所以為何有超級富豪 東方這樣說 過了去 因為人家真的專行 一件事就是 專財 難怪早前 新加坡的人說 你們這些人 不要搬專財過來 他們想吸引你的資金 又留一些機會 給他們當地的人 所以你看到 為何有些人說 新加坡是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對所有事情 都會先維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衣龜 不會純粹吸引外國的資金 降低很多標準 而這些標準 變相拖垮了他們自己的國家的質素 這件事 我都覺得 都是有一句道理的 要不然 又是姓李 掌管了新加坡這麼多年 這件事 有些位置是值得我們借鏡的 不知道 會不會香港從此 大家 在新加坡正 每個人都是精英 我們先過去 做精英 精英在新加坡 這些論調 洗了香港人的腦 然後每個人都走到新加坡 這件事 我覺得未必 香港有香港的好處 這件事 大家就這樣想 會不會計 我們最近說了這麼多 不同的移民熱點之後 這個新加坡 我覺得偏向冷門的 新加坡 不知道為什麼 很少香港人說會去新加坡 也沒有這樣的錢 也對 我們都認識不到那些有錢人 那 八萬做了事 我必須拿千四萬做了 是啊 大家明白 如果有些人就是這樣想這些 所以我不會浪費這麼多錢 特地扔錢 擺放五年 隨時還要虧 不能給你 真可憐 怎樣也好 新加坡也好 哪裏也好 最後你會不會離開香港呢 要看看你們自己的選擇 那不是說 說完之後 這期熱 立刻每個人都要走完 最緊要 看看哪個地方 可能香港 看看 原來適合自己 像鎮英那樣 留一條尾巴 留在這裡 這件事 好了 今集時間是這麼多 下次再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